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抽血检查确认是缺铁性贫血 医生就提醒缺铁对于还在发育中的婴儿还有青少年 会影响智力和运动功能的发展 因此要注意生活的饮食 铁要补充好 如果有任何疑似症状 应该要及早就医评估 个案青少女就诊时 致数无感冒症状 体温正常 但经医师问诊发现 最近不时会觉得头晕疲倦 还因为起床的时候跌倒去照过X光片 身体检查发现患者脸色苍白 结膜较无血色 头发干燥且略微稀疏 临床上怀疑是贫血造成的症状 严重时甚至会有心薄过速和心脏衰竭的表现 不容忽视 那他也自己觉得说最近他调法的情形又比较明显 那我们临床上是怀疑是贫血造成的症状 所以就帮他安排抽血检查 那抽血的结果就是发现说 他的血色数就是确实是比较低下 而且他的红血球的体积比较小 所以他就是小血球的瓶血 那我们进一步就是 因为有怀疑是不是缺血造成的 所以帮他验了铁相关的一个数据 那发现他确实是血清铁下降 全铁结果的能力上升 还有血清的铁蛋白也是下降的 那这些检验结果呢 都是确定就是他有一个缺血性瓶血的问题 那我们在卫教之后就给他口服铁剂的治疗 那瓶血我们比较常见的症状 包含头晕疲倦 颜色苍白缺乏活力等 那他们也会有这个运动不耐的问题 就是说他们运动的时候比较容易呼吸急促 然后有伤心不接下棋的情况 那比较严重的瓶血患者 甚至会有心薄过速 还有心脏衰竭的表现 那瓶血的治疗方面 就是因为瓶血的原因很多 所以重要的是说 找出他造成他瓶血的原因 那瓶血针对这个原因治疗 才能够真的改善他瓶血的问题 那以我们这个患者的缺铁性瓶血为例 那造成缺铁性瓶血的原因呢 大概有这些 那我们大约有2%的青春期少女呢 会因为青春期的生长 急速生长 还有他们月经造成的血液流失 而有缺铁性瓶血的问题 那另外像是饮食中的铁色菌不足 肠胃道或是整体的其他部位有出血 那又或者是说他有铁质吸收不良 以及肠胃道的其他疾病 都有可能会造成他有缺铁性瓶血的问题 那缺铁性瓶血要怎么诊断呢 医师会根据病史询问 理学检查 然后搭配我们抽血的结果 就可以确定诊断 那并且可以判断他的严重程度 那但是比较重要的就是说 我们在治疗缺铁性瓶血之前 就是说在补充铁剂之前呢 希望能够尽可能把缺铁的原因找出来 并且将它处理好 那举例来讲呢 就是像是 如果是有潜在肠胃道出血的问题呢 我们可以用 粪便的潜血反应来做一个筛检 那如果说确定粪便潜血反应为阳性 那可能就要查一查 它有没有像是比如说胃溃疡啊 或是痔疮等等 有肠胃道出血的一些可能 那针对一些像是 有在刻意做结食那些饮食控制的人 又或者是说比较不喜欢吃肉类 然后导致说他饮食中有可能 铁摄取不足的人呢 我们就是可能要跟他进行卫教 帮他进行饮食调整 来改善铁摄取不足的问题 那另外像是有一些月经量 出血量比较大的女生呢 就是可能会建议他安排一些复刻检查 排除一些像是子宫肌油等等的可能造成的原因 那把这些原因排除后再补充铁肌 才能够真的改善患者的一个贫血的问题 贫血治疗最重要的是找出造成贫血的原因 并且针对原因治疗 以缺铁性贫血为例 可能和少女青春期的急速生长 和月经造成的血液流失有关 其他包含饮食中铁摄取不足 肠胃道或身体其他部位出血 铁质吸收不良或其他肠胃道疾病 都是可能的原因 那缺铁性贫血的治疗 如果是没有其他特别原因的话 我们是以口服的铁剂为首选 那再补充几个月的铁剂之后呢 这些指数都可以慢慢回到正常 但是即使这些指数都回到正常了 还是要再补充铁剂大概两到三个月 才能够把身体铁的库存给补足 不会又再立刻又再面临到缺铁的问题 那口服铁剂可能的不良反应 包含了恶心腹痛便秘等等的肠胃道症状 所以如果有发生这些情况呢 就是患者就是 就不要自行终端 要跟医师讨论一下 看有没有改药或是其他的方法 免得说他的缺铁性并且有持续恶化 造成更严重的影响 那最后提醒大家就是 缺铁 缺乏铁元素这个问题呢 如果对于发育中的婴儿跟青少年呢 其实是会影响智力和运动功能的发展的 那我们针对一些铁 日常生活中铁摄取不足的人呢 会建议他们多摄取肉类 内脏类的食物 以及深绿色的蔬菜 以补充生活中的铁 那最后呢 就是如果你在生活上发现说 你的小朋友 或者朋友 亲人的小孩 有那种疑似平息的症状的话 那我们就是建议 尽早评估 就医 然后以免延误他们的治疗 缺铁对于还在发育中的婴儿和青少年 也会影响智力和运动功能的发展 医师建议多摄取肉类 内脏类食物 以及深绿色的蔬菜 来增加日常生活铁的补充 如有出现疑似贫血症状的患者 尽早就医 以免延误治疗 记者温云郡台北报道 再带你来看 随着季节进入秋冬 国内的流感疫情 居高不下 新冠疫情也出现了反弹的迹象 国民党团就召开记者会议 提醒卫福部 应该有面对秋冬疫情 再起的防范措施 盘点现有国内医疗量能 防范疫情再度爆发 随着季节进入秋冬 是流感盛行之际 各县市各里区都在忙着打流感疫苗 地委赖世宝提到 令人担忧的新冠也有再起趋势 请问卫福部有没有超前的隐隐措施 还有为何施打流感疫苗的民众 都拒拿快塞事剂 政府有责任告诉高风险长者 秋冬可能有新冠卷土重来 必须要预先防范 打完疫苗之后 他就发两盒快塞剂 发两盒快塞剂 为什么 库存没有人要 我就在立法院 咨询了王毕胜 他对外说 那时候一年多以前 一年以前 他说快塞剂胜 一亿三千万剂 有效期间一两年 现在已经看了 你就发现到 我在现场就看了 多少的长者 因为现在是长者打工费 疫苗流感疫苗 多少长者打完就走了 他说外外外 这外不拿快塞剂 我们真的 连一把汗 很担心 现在COVID 好像又起来了 我们刚才 因为总委員有提到的 美国现在开始很多地方 一开始要挂口罩 台湾现在当然都一直戒封了 一直戒封 可是我不知道 卫福部 他对于COVID在一起 他的因应在哪里 我们看不到 看不到 我刚才说过的 最明显的 为什么打完流感疫苗 这么多民众不领快塞剂 这么多的快塞剂要发给民众 国民党团召开记者会 提醒卫福部要把重点 放在疫情防范工作上 盘点现有国内医疗量能 从源头发现疫情并阻断 还有改善医护人员待遇 降低护病比 我们的医护人员的楼梯 负担会不会太重 以美国你可以看哦 手数是负病比1比1 然后AS到精神科1比6 是美国的标准 我们不是什么都跟美国一样吗 我们的医师工会的诉求 他希望医学中心的白班1比5 小月班8比4大月班1比11 区域医学中心1比71比41比12.8 医护人员其实基层的护理人员 非常的辛苦 他们要的不多 第一个 待遇要提高 护理人员现在你可以看一下 练护士 混护校毕业的 有多少比例 去充施护理工作 我所了解的大概五六成 其他都不是啊 我们护理人员 强力的不足 结果 他的工作负担有这么的重 中重症 逼估每日200人 累计每周将高达1400人 你这都会影响我们的医疗量 会暂床 他的治疗 这个 虽然现在已经 大家要打了疫苗 好像就不是 重症比例不是那么高了 但是如果高峰期来的时候 他还是有一定的比例 会有重重症 就会去占了我们的医疗量 所以到时候流感又起来 那其他的慢性病重症 都会受到这个量能 这个萎缩被占用的影响 这个是疾管署给我们的资料 好 预估它的高峰期会在一月份 现在进入11月 然后开始进入高峰期 目前的状态在这里 然后这慢慢进入高峰期 最高的时候会到一月份 所以要预做预做准备 虽然现在正在选举啦 但是你卫不顾哦 你没有你算计啦 你要来做这些准备啦 你准备好了吗 已经过期的这些快筛 那有没有新的快筛 新的EUA的快筛 这些都是卫不顾 你要预做准备啦 进入高峰期之后 那你染疫的这些COVID染疫的人 他的重症比还是比有感高 所以一定要把它分辨出来 而不是随便的就是 就当做感冒在治疗 但是他的重症比是不一样啦 你拿回吃了药回家 结果产生重重症 再去占用医疗量 所以你要一开始 就能够把它分辨出来 在这边我也提供了资料 在美国最近他们也是因为 疫情有上升的趋势 所以也已经有一些新的作为 等一下我们其他委员会补充 我最后要讲 在美国已经有研发出 新的快筛 叫做二合一快筛 它变了之后 就可以把油感跟COVID 马上就分辨出来 二合一快筛 所以一源头就把它分流了 你是流感 就流感的治疗疗程 那COVID有治疗疗程 二合一快筛 这个美国已经有 EUA了 当然也是EUA的 所以卫福部不要再睡了 不要跟着选举的脚步 应该要在疫情高峰前 赶快做好 预先做的准备 国民党团副书记长 吴怡丁也表示 卫福部是不是该奖励 补助医疗运所 开始进行先期筛检 先期投药 即补助轻症通报 照护追踪 减轻中重症医疗需求 避免排挤现有的医疗资源 再带你来看 因应全球新科技的浪潮 台北库克云系统结合AI技术 推出了全新整合型的 AI智慧教学辅助系统 库AI 不仅可以帮助学生 自主学习 提升英语口语能力 还能协助老师出题 帮忙批改作文 让教语学更有效率 台北市长蒋万安安 教育局长汤志明 与日新国小小朋友 排排座 用AI小帮手进行问答 讲完安的妙问 引来师生们哄堂大笑 老师 我的问题是 每天学校功课 可不可以不要这么多 如果AI小帮手回答 学生们 我明白你们压力很大 每天有许多功课需要完成 但你们要知道 功课是帮助你们 拱布课堂所学的重要方式 不过 我们也要关注学生的身心健康 适量的休息和娱乐时间 也是必不可少的 蒋万安表示 AI导入教育是六都首创 教育局今年运用AI技术 让库克云有突破性的进步 台北市将持续培养学生正确的资讯观念与素养 利用科技推动教育 今天是一个历史性的一刻 也是令人感到非常骄傲感动的时刻 因为我们台北市正式让AI导入了教育 我们酷AI系统正式上线 我想大家看到刚刚陈孝隆的介绍 我觉得非常令人惊艳 陈孝隆刚刚说 今年是AI教育元年 我想AI人工智慧 大家透过媒体 透过新闻的报道 都看到了 这就是未来的趋势 人工智慧在各个领域 都积极地在做各项的运用 我们希望让AI人工智慧 能够导入到教育 能够让孩子们在学习上 更有效率 更快乐地学习 而且更聪明地学习 我想这个是我们很重要的目的 所以今天非常感动 我们酷AI系统 能够带给学生 老师更好的学习 以及教学品质 刚刚看到 我们对学生来讲 不只是可以有英语 口语辨识 还有评量的功能 另外还有 学生如果碰到任何问题 只要透过这样子 像对话一样的方式 他都可以即刻地 一步一步教导 他不是马上给你答案 我刚刚看到 他题目是说 900要加减多少 会是23的倍数 他没有马上给你答案 他就说 那你要先了解 23的倍数有哪些 循序渐进的教学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容易 这就是AI人工智慧它强大的地方 对于老师在教学上面 批改英文作文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那现在我们可以透过AI辅助批改 来协助老师更有效率 而且更精准地协助孩子在中文作文上面的学习 总统这些我相信对于台北市来讲 未来孩子们学习 以及甚至从小学 国中高中 甚至未来大学入社会 都会提高大家的竞争力 前一阵子我看到 NVIDIA 黄仁勋创办人 他再次来到台湾 他在鸿海科技日上 正式宣布跟鸿海有合作 他们要打造一座AI工厂 而且应用在未来包括智慧电动车 以及他认为未来可以应用在智慧城市场 使用AI人工智慧建构有效预测模型 每堂课可收集最多105个学生有效的学习因子 并使用8种演算法建立学习演算模型 顾AI系统提供3加2项AI功能 包含三项帮助学生学习的 AI学习小帮手 AI口说练习 AI学习加油站 以及两项有关教师教学的AI辅助初题 以及AI辅助作文批阅等功能 引导学生运用解决学习问题 同时让教师教学更加快捷有效 不管是在学校学习 甚至是在家里自学 我相信都是一个很棒很棒的一个学习平台 因为他们可以随着自己不同的一个学习的一个步骤 然后呢配合自己的程度 然后去搭配AI他们所提供的一些题目 慢慢的有减入繁 可以慢慢的去达到每一个学习目标 我相信他们的学习就会比较扎实一点 我想我们一开始的步题是蛮重要的 就是你要很熟悉小朋友 他们一个学习的具体目标 然后根据那个具体目标来做选题 这样的话才能够有效地去 去了解学生目前的一个学习状态 然后再提供一个适当的一个教学补助 如果有些不懂的地方可以用AI 它会告诉你一些别的东西 或者是我们可以用AI问一些不同的问题 它会给你不同的答案 或者是它也不会直接给你答案 它会带你去用你之前学过的东西 去深入了解这一题 因为我相信现在小朋友3C的操作能力都还蛮强的啦 所以呢他们在输的时候 就渐渐了很多很多的时间 那同时呢老师就可以不用那么大费 唇舌一直在台上这样子讲解 透过这个他们跟IC这个3C媒体的互动 其实他们会学得更有乐趣 请看 酷AI系统正式上线 全市师生都可以使用 为了让学校师生更熟悉这套系统功能 教育局找来17所示范总子学校 透过示范学校的教学使用经验 带动全市师生都能将酷AI 作为教师教学与学生学习的力气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再带你来看台北市卫生局联手教育局 及董事基金会规划烟害防治新法上路 台北市校园宣导总动员破解新型烟品 对青少年的误导与诱惑同时宣导新法 分享拒烟三步骤 呼吁青少年拒绝烟品的危害 问说纸烟 电子烟 加热烟都有一手烟 二手烟 及三手烟的危害 然后是是非体是或否 然后这个答案很明显就是是 但是呢其实我在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 我就会想说一手烟 二手烟我知道 那三手烟是什么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下面就会有说明的部分 然后就是其实三手烟就是附着于衣服 或是环境内的烟害 艺人李罗女儿子烟担任聚烟义工 宣传聚烟新知台北学堂 及扫码答题抽奖活动 号召青少年一起来聚烟 其实在念书的时候也会听到 身边有一些朋友说 好像电子烟是不是比较没有那么有危害 或是水烟如何如何 但是其实我就是觉得并不是 像是刚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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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的 对 无论哪一种烟 都是不可以去进行使用的部分 112年3月22日正式上路的烟害防治新法 对于电子烟加热烟等新兴烟品政策是全新的规范 卫生局希望透过校园宣导 破解新兴烟品对青少年的误导及诱惑 同时宣导新法预防同学们无处法律 第一个就是禁止了所谓的电子烟 对于加热烟 当然讨论非常久 但是也管制了加热烟 没有经过健康影响皮肤的加热烟中央核可是不能够上市的 对于加味烟 有的人可能会在加热烟里加什么味道这些都是禁止的 然后对于西烟的年龄从过去的18岁提高到20岁 而且对于这个禁烟的环境大概说进一步的扩大 那特别特别我看到的就是关于这个烟壳的警示图文 这个大家如果去看过这个烟壳就知道 上面的图文警示过去只有规定35% 那现在呢虽然没有达到过去大家不断的希望85% 不过至少已经达到了50% 然后最后还是针对烟伤违规的部分还是会进行重防 这是过去在烟害防治法 我们有新法的颁布之后的一个新的一个执法的重点 那当然台北市卫生局这一次跟董事基金会联手 在这个烟害防治新法公告之后 我们就想要要更积极的去推动所谓的校园宣导 那因为很多很多很多的CN成績的市民朋友 可能大家比较容易想到的是在校园的阶段 可能就是受不了相关的诱惑跟诱导 所以在尝试的时候呢 所以让他们在未来路上都会收到这个CN的困扰 所以我们觉得要从这个校园再一次加强的宣导 避免我们的严肌市民朋友们在早期就受到烟的诱惑 那后面还要产生很多的健康的一些后果 因为我们的新法其实对新型烟品是全新的规范 那禁止了电子烟 然后目前所有的加烟烟都没有通过审核 所以都还没有上就是还没有办法是合法的贩卖 那这对于这些的然后法律呢 对于这一些的违规都是比传统的子烟是加倍的处分 不管是制造输入放卖广告都是加倍的处分 那很多的老师他问的是发现他自己的学生 他不一定有抽电子烟加热烟 但是他基于好玩或者基于就是外校的学长钱 或者是同学的关系 他去转发了别人卖电子烟或加热烟的网路上的一个讯息 那对于这一些在新法里头 电子烟跟没有经过审核的加热烟都是发20万 转发这一些广告 事实上是发20万到100万 那我们知道传统的子烟是10万到50万 都是非常的就是非常高的一个罚款 那这些人我们都希望我们所有的孩子 不要因为不了解法律而触罚 民众可能会误以为电子烟伤害比较小 医师表示无论电子烟或是加热烟 并没有减少临床疾病的证据 且同样也会有二手烟三手烟的危害 其实烟草公司或烟商 它最重要而且唯一的目的 就是让我们新一代的年轻人 我们的未来在台湾的小朋友们 让新新烟让尼古丁成瘾 让新新烟品成瘾 那紧接着呢 电子烟呢 在2018年乃至于在2021年 陆陆续续在欧盟 以及澳洲的科学研究 都发现说电子烟 其实没有我们原来想象的那么好 最一开始它是宣称甚至号称可以协助 戒掉传统质烟 但是实际上呢 迄今至少有164种的 有毒化学物质被减出 所以它的坏处不亚于传统质烟 那电子烟对年轻人还有五大危害 第一个呢它会让尼古丁的成瘾更快更迅速 然后更严重 第二个呢它会影响我们脑部的发育 因为脑部的发育真正要完全的成熟 那至少要65岁 甚至有一说要到30岁 我们的人脑的心智才会运法于成熟 但是电子烟呢会影响我们脑部 让我们的脑部发展迟患 第三个呢当然是对肺部的伤害了 电子烟会造成肺部不可逆转的伤害 第四个呢抽了电子烟之后 它是有一个类似入门后门开的作用 那未来呢成为传统实验的吸烟者的机会 会高达三到八倍 所以它不仅没办法协助戒严 甚至它会让我们更容易变成吸烟者 那第五个呢就是说 未来呢它也是有一个能看效应 未来吸食大麻 甚至进阶的毒品 吸食毒品的这个机会都会上升 吸食大麻的机会会高达3.5倍 严害防治新法校园宣导 透过与师生面对面宣导及有奖问答 并提供北市国小至高中职9600个班级 班班布告栏张贴海报 号召青少年一起响应 我聚焉我骄傲 我聚焉我骄傲 所有烟品都跌到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为了要增进新住民在台生活的适应能力 融入在地的文化 大同区公所开设新住民听故事 学台语的课程 从民间的俗艳故事 帮助新住民族群 轻松有趣的学习闽南语 大同区公所开设新住民听故事 学台语课程 邀请到专业且广受好评的李素香老师 透过讲授天气 人际关系及菜市场等主题 带入闽南语的对话练习 并且设计闽南语说故事课程 从通俗有趣的小故事 加深学员对学习闽南语的兴趣 认识在地生活的典故 除了学习台语知识 大同区公所还与万华税捐处合作 在课程中介绍租税小知识 推广云端发票APP 以及有奖真达 让学员学到许多生活实用知识 并将小礼物带回家 可说是收获满满 大同区公所希望透过闽南语言习课程 让学员亲自动口说 除了降低语言隔阂 提升人际关系 更能帮助学员快速融入台湾生活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机房及非法机上和经销商强力查期 据查获778台非法机上和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泽泽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徒刑和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拥持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历经四分之一世纪 内政部推动组织改造终于完成 包括了国土管理署及国家公园署正式挂牌运作 期待国家公园成为台湾递给世界的一张名片 请接牌 恭喜内政部国土管理署正式成立 恭喜国家公园署成立 在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燦 政委员张景森 内政部长刘昌与多位立法委员等人共同接牌下 内政部国土管理署与国家公园署分别接牌成立 这项内政部推动多年的组织改造 将原先的营件署改制 国土规划及都市发展等业务移入国土管理署 国家公园管理业务则移入国家公园署 国土署首任署长 由原营件署长吴新修接任 牛昌表示国土管理署面临全球极端气候变迁等四大挑战 除了秉持专业精进深化国土永续外 更不要忘记做好社会沟通 牛昌也期许同仁未来能更大胆 更积极也更快速 利用工程的手跟脑 以及社会的心推动业务 国土管理署最主要是从为营件署来升级跟转型 成立一个新的单位 那当然同样它必须要回应整个国家社会变迁 还有包括我们高龄化 以及整个人民对于居住 以及都市生活环境品质 城乡的均衡发展等等 更高的一个要求 所以责任跟任务也会比过去更为一个艰巨 那更重要的是整个社会的一个 未来的一个经济的一个发展 怎么样去得到一个平衡 这也是未来国土管理署很重要的一个工作 所以任务工作非常的多 也非常的辛苦 但是作为整个主管的一个机关 我想这是大家共同的一个使命 所以大家一起努力 升格成立的国家公园署首任署长 由内政部参事陈茂春出任 亲自出席接牌仪式的行政院副院长曾文燦表示 国家公园署管理9个国家公园 及1个自然公园 面积占国家的8.6% 希望国家公园署将台湾丰富的自然与人文资产 做很好的运用 让国家公园系统成为台湾递给世界的一张名片 台湾其实三分之二 都是属于浅山跟高山地形 所以国家公园在里面扮演一个核心的角色 所以我想未来 我们希望把这个重要的 台湾的自然跟人文的资产 能够很好的利用 就像林六昌部长讲的 未来国家公园系统 绝对是我们可以递给世界的一张名片 来认识台湾 林六昌也期许国家公园署 未来能达成多项任务 包括与国际交流及携手各机关与地方政府 为生态保育富裕 增强力量与资源 在国家公园署呢 除了国家公园法以及这个海岸法 还有势力法的一个主管之外呢 更重要要成为整个社会 对于推动保育 还有相关环境 以及教育 等等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大的平台 另外因应的这个国际上的一个趋势的要求 包括近年碳排 SDGS的等等的一个价值理念 还有国际的一个这个计划的一个要求 我想未来国家公园署也会扮演一个非常积极的一个角色 也会创造并且提供相关的一个机会 那跟我们的企业 还有包括民间的一个社团 更重要的跟地方政府还有社区部落 还有更多广大的这些志工伙伴 一起来为台湾的环境 以及国家公园工作的一个发展 来有更多的一个力量 曾担任过阳明山雪霸及金门国家公园管理处长的 国家公园署署长陈茂春表示 将与他国的国家公园地盟交流 促使从业人员固定的交换学习 让台湾国家公园之美能成为吸引更多国际人士 到访台湾的敲门砖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台北佳福辅助弱势家庭中 有近八成家庭的房子是租的 空间狭小而且不通风 台北佳福就邀请工艺大使李倩荣小姐 民权福人社陈慧珍社长 以及企业界铺砖影域 好周大众捐赠暖心福袋 一起来改善孩子的生活环境 珍珍家中凌乱不是因为没整理 而是空间狭小摆放不易 加上租屋状况很少购买固定式收纳柜 就会变成成堆衣服小玩具常常无处安放 就是压力很大 然后每天都要重复做这种事情 然后就可能就是很凌乱很杂乱 然后心情也不会很好 然后小孩就会说 妈妈我们的衣服找不到啊 哪里都放不下这样 对就会觉得很烦躁 然后就是会有点难过 就会觉得怎么都没有足够良好的环境给小孩子 摘衣服和收玩具 摘衣服跟收玩具都很喜欢是不是 那你会带两个妹妹一起吗 会 会跟他们一起是不是 就是有系统的那种收纳箱 然后这样一箱一箱的玩具也可以分门别的 然后让他们想玩的时候就找得到 然后不想玩的话可以收起来很整齐的放在旁边 那衣服也可以一个一人一个 然后这样看起来可以帮他们可以自己收拾自己的 然后也不会这样很凌乱一直倒一直倒也找不到 台北家福中心辅助弱势家庭中有近八成家庭的房子是租的 且都空间狭小不通风 因此家福看见这些家庭有收纳的需求 邀请工艺大使李倩荣 民权福轮社及企业抛砖引玉 号召大众捐赠暖性附带 包含折叠收纳箱及生活物资 一起改善孩子的生活环境 真的经过时间巧思设计还有对的收纳工具之后 原本瘫的乱的很容易滑落的通通可以有系统的摆放 那我觉得家呢就是带给我们一个避风港嘛 回到家就是可能你一整天工作很忙碌 被老板标骂或者是今天过得不太顺 回到家就是希望可以放松享受 而且你视觉上是要很舒服的 不但是要卫生之外 我觉得整体也非常的重要 那尤其如果家里还有幼童的家长们 如果借由收纳孩子们也可以培养独立自主 而且对自己的物品有负责任的态度的话 都是非常好的发展 那我觉得像这一次我也成为租屋主了 那我也明白说 其实你在一个租屋的环境 不可能自己花钱去定制很多家具 因为你可能下次你要搬到哪个地方 那个家具不见得适合 虽然现在有很多活动家具 那像这次我在搬家的时候 我发现房东已经帮我做好衣柜了 可是那个衣柜打开没有抽屉 那我后来我也去买了一些便利的抽屉 然后就发现说原来这样子收衣服真的方便许多 那我就可以感受到说 其实在我们收纳整理的过程当中 真的很好心力 不但你要伤脑筋之外 你也要付出很多的时间 那我觉得这个对于还要在抚养 幽童或者是还要在工作的上班族 其实是非常的辛劳的 更何况其实这些收纳工具买起来 也是不少的开销 所以我觉得这次呢 可以参加这么有意义的活动 希望能够号召大家的爱心 我们希望小孩子不要因为家庭的困境而影响他课业的学习跟生活 所以呢在今年呢我们跟谢主任谈过之后呢 我们知道家福中心今年要办这一次的 软心服带物质还有置物带给每一户的家庭 我觉得呢这非常非常的有意义 我们就马上呢发起这样的一个活动 因为呢这个活动可以帮助很多家庭呢 他的生活会比较舒适一点 也可以让孩子呢读书的环境比较好一些 所以呢我就找了我有社呢 共同来赞助这样的一个活动 那我们希望呢展现我们福人的精神呢 能够呢发动 就是能够来帮助这些弱势小孩呢 的家庭呢能够呢有一个尽一点心力 那其实在LV台湾以及海外 我们公司其实做了很多企业社会责任的活动 那今年比较特别一点是 以往我们有跟家福基金会合作 那今年我们因为疫情过后呢 所以办了一个台湾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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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新的一個善狂的一個服務 台北家府主任謝曉雯表示 家是社會最小的單位 卻是最重要的 家影響著人的一生 而有一個舒適的家很重要 和各界善心人士能夠幫助 弱勢家庭改善環境 那這一次我們想要募集的孵帶呢 其實一樣是從家庭的需要開始出發 我們發現台北的家庭 他們都是租屋而住 租屋的情況其實都是比較空間狹小 可能空氣不是太流通 那所以他們其實在收納上面 是有一些議題需要去被克服的 那我們看到這樣的需要 所以希望能夠幫家庭募集收納箱 因為這收納箱對他們講是很重要的 空間小如果沒有好好的收納的工具的話 其實他們的空間就不會是太舒適的一個空間 那我們也希望他們過往都會用紙箱 或者是用垃圾袋或者是用紙袋去收集他們的東西 我們覺得這樣其實很容易潮濕受潮 所以我們覺得收納箱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 福袋的內容 那因為需要大家一起來募集 那一樣我們今年的福袋一樣是1500塊一份 那裡頭就會含著收納箱還有民生物資 那希望家庭可以在過年就是新歷年前可以過一個好年 那我們今年的活動一樣是在12月3號禮拜天 在國父紀念館我們會有一個園遊會的形式 那有70塊攤位如果民眾對於捐贈福袋有興趣歡迎一起來 如果民眾對於捐贈就是募集那個攤位也是感興趣的話 也歡迎大家一起來 那一天就是我們全部的家庭都會回來跟我們大家一起過一個快樂的下午 有了藝人企業民間團體共同支持 台北家父號召親朋好友響應收集愛蝶幸福福袋目擊活動 一起成為弱勢家庭最堅強的好盾 記者問君台北報導 接下來我帶你來看在基隆擔任基隆士生命縣協會理事長的白又云 長期投入公益活動 特別又規劃了一個新骨科診所造福基隆民眾 基隆知名的尼克美利一美總裁白又云 跟三軍總醫院基隆分院骨科主任郭俊玲博士 長期投入骨科診診的公益活動 獲得各界認同 因此這個骨科診所即復健中心開幕儀式上貴賓雲集 包括國策顧問童勇 立委蔡世映 議長童子偉 副議長楊秀玉 跟多位市議員 以及衛生局長張賢鎮 社會處處長楊玉昕 武黨籍立委參選人王醒之等人 都共同來祝福 其實過去這幾年我們也曾經在 基隆市的各個禮儀的活動中心 舉辦骨科的巡迴議診 那這些年來我們深深的發覺到 對基隆市的市民來講 因為老人化比較高的關係 所以基隆市的骨科的需求是很高的 也因此我的好朋友 他也特別成立了基隆骨科診所 那我今天過來這邊就是來給他祝福 那我也期待藉著基隆骨科診所的成立 我們未來繼續做兩件事情 第一個就是我們骨科的疫診繼續推動 第二件事情是讓大家有個更好的 在基隆享受醫療品質的地方 可以分散我們各大醫療院所的醫療資源 因為如果你到譬如說長根布基等等 三種都要排隊排很久 然後還有一些交通的問題 我想市區究竟有一個骨科診所 可以照顧大家 我想這對整個社會 還有我們對醫療資源的分散 都有非常正面的一個幫助 我想我們期待 我們有這個白姐這樣子的努力 那我們可以發揮更多的一個愛心 那我想我們基隆市議會 來了非常多的議員 我們旁邊有這個洪生友議員 許瑞馳議員 吳華嘉議員等等共同來支持 我們長者在這個 就是我們的這個整骨也好 或是這個骨 我們骨頭的一些復健這方面 真的還是很需要的 所以謝謝我們基隆這個骨科診所 今天的開幕 讓我們這個基隆的長者 有更多的一些復健的一個場面 謝謝他們 那今天基隆主車復健中心 在這邊開業 可以加回我們基隆市所有的長輩 我現在做的是電療 然後電療的部分 就是因為讓那個肌肉 就是有那個收縮的感覺 然後通常就是來放鬆一下也蠻好的 我經營醫療院所已經20年了 但是以前我都非常疏忽 我只疏鬆這方面的知識 那等到我105年的時候 我跌倒骨折 然後才發覺到這個骨質失聰的重要性 所以我也跟三種建交合作 又辦了40幾場的骨科醫診 那每一區基隆市的每一區 我們都有舉辦過 但是發覺到基隆市真的很欠缺 我們一個比較優質的骨科診所 所以我也發覺到我們三種的 郭醫師的骨科 他們的學長學弟也都非常有醫德 而且醫術方面都是非常優質 所以我才決定是說 應著鄉親的需求 能夠邀請我們的郭醫師 來為我們的鄉親 更多的鄉親服務 病人如果腰很痛 急性椎間盤突出 其實在交合科書上寫說 這是九成是不用手術的 那因為有時候你雖然很痛 急 然後他就會去手術 結果手術後造成了併發症 反而會讓病人更不舒服 所以我們這個診所的目的就是 你可以先來看看 然後我們會選擇最適當的治療 我們的理念是如果有100種方式 可以讓病人不用手術 我們會嘗試101種 直到真的不行 我們再考慮手術 但如果真的手術之後呢 後續也很重要 就是手術之後怎麼搭配 就選擇最正確的手術 搭配最好的復健 讓病人可以得到術後最好最好的恢復 市民有很多多元的需求 所以我們樂見有一個新的夥伴 那郭醫師原本在基隆也耕耘很久 那也知道我們基隆是長輩的需求 那相信未來不管是在透過門診的治療 那藥物或者是一些復健的安排 都可以提供我們長輩比較好的照顧 因為也知道白總市長長期以來 其實會串連雙北各式各樣不同的醫療資源到基隆來 其實為基隆的奉獻也很多 那不只是在醫療事業上的奉獻 我們私底下也會跟白總市長互動 討論有關生命線 類似像這樣的公益事業 在基隆如何繼續往前發展 那白總市長當然也是非常不遺餘力的 在協助基隆跟推動基隆 讓基隆更好 基隆地區引法人口越來越多 因此各界都樂於醫療資源的豐富與多元化 讓民眾就醫能夠更加便利 記者黃日生 陳淑萍 基隆報導 基隆及非法基上和經銷商強力查清 據查獲778台非法基上 涉嫌侵權金額超過台幣10億元 看到一則則的新聞 這些製造、輸入或銷售侵權基上和的業者 都會遭到最重可除兩年以下俗刑 有50萬元罰金 影視產業是文化輸出的軟實力 可帶動旅遊、觀光等行業發展 盜版業者行為 會讓正版業者收益減損 進而減少產出優質節目的能量與資源 直接受到傷害的是文創工作者及消費者 所以請大家檢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基隆盒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基隆盒 內建是否下載了侵權APP 雖然台灣沒有對使用侵權基上和的民眾有任何的罰則 但為了打造一個優質且強盛豐富的影音帝國 請民眾一起導正市場合法秩序 支持影視產業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中家吉隆新聞 我是蔡小君 新聞一開始 先帶你來看 吉隆市府和農會合作 把山海特產結合山藥 設計了10道菜 推出了山藥大餐 限量100桌 想要動力滋補 又想要常常創意料理的民眾 可得保握機會 沒辦法不能燙太久 海參經過汆燙 再將山藥快速油炸起鍋 用蔥薑蒜爆香 再加入蠔油等醬汁 最後把海參和山藥加入快草 這道山藥蠔油海參 含有豐富膠質 海參本身比較蠻豐富的胺基酸 然後非常低檔固酸 大家都比例它為海中的人參 而我們山藥呢 也是非常含有非常多的營養價值 大家都比例它為山中人參 我們把這兩樣人參加在一起 組合在一起這樣炒 非常獨特 很適合全家大小一起享用 而這一道山藥蝦捲 用基隆蝦仁和澎湖花枝 先將山藥泥 山藥塊混合 最後包入餅皮下鍋油炸五分鐘 其實我們基隆原生種山藥 它的口感非常Q Q黏 肉質很細緻又紮實 在短時間的烘煮裡面 它會比較有脆感 山藥口感綿密 秋冬是盛產季節 尤其基隆有白雪玉和基隆山藥兩種品種 基隆市府和農會合作 要把山藥結合山海特產 設計了食道滿滿山藥大餐 選定的基隆港海鮮樓餐廳 提供100桌的一個份額 給喜歡吃山藥的市民好朋友 跟各地的觀光客友人 來共同跟我們享用這個 限量的山藥大餐 不過今年基隆山藥產地 受到山豬山腔破壞 農損情況相當嚴重 以七獨馬林地區 每年平均有四五千斤產量 但野生動物大事破壞山藥園 讓山藥產量只剩下三分之一 現在的山豬跟山藥 實在多到沒辦法形容 在路上走都可以看得到山藥 他來吃 吃了以後大概今年的山藥 應該只剩下三分之一左右 因為今年開始農友有反映山豬 山豬的掠奪非常的氾濫 所以其實今年開始 在我們產發處有補助農友 開始申請這個店網的部分 就是防止他們進到生產區 大概有四到五戶的農友 有來申請補助 那未來看能不能 因為電網的設置 能夠減少山豬跟山腔的侵略 然後減少農產品的減損 龍舟都被野生動物清洗掉 有猴子也有 什麼那個山豬 山羹 這個就很多 其實只有原本的產量三分之一 那因為氣候的關係 還有一些野生動物的關係 所以其實今年的山藥 是比往年的彌族 來更彌族珍貴一點 所以我們今年開放一百桌 也不會再增加了 希望大家可以把握機會 然後一起來享用這個好吃的山藥 美味的山藥 結合基隆石令海產 東令滋補 所有山藥浮跳牆 還有魚肉皮粉鍋等 創意山藥料理 等的韜客 來基隆品嘗 記者 黃少民基隆報導 接下來要帶你來看 愛戀港獨夜 2023基隆光影節 12月1號到17號 將在正濱漁港舉行 除了有夜間光雕秀外 基隆七大行政區 更設有IP光影裝置 及AR城市尋寶遊戲 市府更結合了公式 台灣原創動畫 妖國小學的IP角色 打造歡樂的氣氛 邀請全國民眾 12月來基隆旅遊打卡 頭三天在我們最夯的 網美打卡景點 就是正濱漁港彩虹屋的光雕創片 讓我們期待一下 孫某年終可以到哪裡玩 基隆市政府將在12月1號 到12月17號 舉辦愛戀港獨夜 2023基隆光影節 首度結合公共電視 台灣原創動畫 妖國小學的人氣IP 有水果奶奶 和各具特色的妖怪角色 規劃了夜間光雕秀 基隆七個行政區 更設有光影裝置 與AR城市尋寶遊戲 基隆市政府結合公式 原創的一個動畫 那是台灣的一個原創動畫 妖國小學 來辦理我們基隆市的一個 一個光影節 那基隆光影節 從12月開始 一連17天 那其中的前三天 在那個正濱漁港彩色屋 我們有舉辦基隆的一個光影光雕秀 那另外在基隆的七區 我們也都設置了IP的一個光影裝置 那也進行的一個AR的一個城市尋寶 那歡迎各位民眾來基隆參加 基隆其實是一個雖然地方小 但是是一個各方面條件 都非常具有特色的一個地方 那麼這一次也是公共電視 第一次和一個城市舉行 這樣的一個很特殊的一個活動 當然我們更希望未來有各個在台灣的 縣市政府都能夠和這個基隆市一樣 這麼看重台灣的這個本土的這個IP的創作 我們也期待藉由這一次呢 我們台灣最有力的最棒的一個IP的這個動畫呢 能夠帶著我們小妖們 帶著我們所有的基隆市民 還有觀光客呢 一起來倡游來進行基隆七個行政區的城市尋寶 觀銷處說 歡迎民眾在12月1號到12月3號 到振兵魚港彩色屋欣賞光雕秀 活動期間還可以深入基隆七個行政區 欣賞光影裝置 玩AR城市尋寶遊戲 有機會獲得活動限定聯名小物 歡迎全國的大小朋友12月來參加基隆光影節 度過充滿創意同趣的歡樂時光 記者黃文生 陳淑萍 基隆報導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聞 也歡迎您到中央新聞的臉書及YouTube按讚 就能及時獲得最新的在地新聞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君 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 詞・文字幕開啟 阿吉借过 你那是无银脚吗 怎么了的 快教我 什么无银脚 是我的地价税 无银浪 赶快去脚税了 不用急 现在用手机脚税 超方便 只要扫描脚款书上的QR Code 就能轻松脚 另外 还有这些多元脚纳管道 可以选择哦 112年地价税空中 安心缴乱一指控 营养化碳终结者 那可讲提醒您 屋外式瓦斯热水器 绝不可装在 加装窗户的阳台 厨房等室内空间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 就会产生营养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 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一热水器迁移至屋外 2 更换成强制排气室热水器 3 敢用电热水器 那可讲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 设嫌清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盒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服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 拥持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 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盒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盒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 使用侵权机上盒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 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营养化碳终结者 Noco醬提醒您 无外是瓦斯热水器 绝不肯装在架装窗户的阳台 厨房等室内空间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 就会产生阴氧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 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一 热水器迁移至屋外 二 更换成强制排气室热水器 三 敢用电热水器 Noco醬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 酒价罚很大 一 提高酒价违规罚还 在犯才累计加重 罚款无上限 酒价聚检或聚策罚更大哦 二 呼气酒策值达0.25毫克以上 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 三 酒价再犯 聚检及聚策再犯 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 没入该车辆 四 酒价重新烤照 需强制加装酒精锁 找别人带吹也不行 要罚6000至1万2000元哦 五 未完成酒价防治教育或酒饮治疗 不得再申请烤照 六 慢车酒价也加重处罚哦 酒价零容刃 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机房及非法机上和经销商强力查清 据查获778台非法机上和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 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服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 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营养化碳终结者 能口奖提醒您 屋外式瓦斯热水器 绝不可装在加装窗户的阳台 厨房等室内空间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 就会产生营养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 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1.热水器迁移至屋外 2.更换成强制排气室热水器 3.搭用电热水器 能口奖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 酒驾罚很大 1.提高酒驾违规罚还 在犯才累计加重 罚款无上限 酒驾剧检或剧策罚更大哦 2.呼气酒策值达0.25毫克以上 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 3.酒驾在犯 剧检及剧策在犯 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 没入该车辆 4.酒驾重新烤照 需强制加装酒精锁 找别人带吹也不行 要罚6000至1万2000元哦 5.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 或酒饮治疗 不得再申请口罩 6.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 酒驾连工人 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